在第二届销博会上还有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 这也是很多中国消费者特别关注的 跟随记者去现场逛一逛 我所在的三号馆啊 可谓是烟火味十足的一个馆了 汇聚了全球的美食 为了给消费者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呢 很多展商啊就把展台变成了餐巴和厨房 现在我已经是闻到了浓浓的肉虾 看到这边有大厨正在烹饪牛排 咱们这个是什么品种呀 我们这是稀冷牛排 它的温度比较清晰 脂肪比较均匀 我这边有大煎好的牛排你来试一下 好呀 那咱们在煎牛排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我们煎牛排的时候有两点技巧 就是第一油温一定要高 它能迅速地锁住里边的水分 第二个就是牛排煎好以后 要醒发五到十分钟 这样能让牛排里边的温度更均匀 这样吃起来会更好 这个肉质非常有嚼劲 是肥而不腻 机器人做的咖啡你有喝过吗 在这里您可以通过扫码直接点单 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浓度温度和甜度 不光是有手工馅膜 还有抹茶巧克力等近五十多种口味 平均五十秒就可以制作一杯 口感完全不输实体咖啡 除了美食还有美酒 在这个吧台上展示的是来自爱尔兰的黑皮 和普通手拉式的开发不同 它需要有一台特定的啤酒机 我听说它是需要在特定的温度下才能运行 是的没错 这台机器的话只会在三到七度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运行 保证啤酒的绵密的口感 打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 就像是咖啡的拉花 我来尝一尝 它入口啊 这个泡沫呢有一股奶香 回味呢又有一些苦涩 还是很特别的口感 喝完了啤酒之后啊 我们再来品尝一下洋酒 在这个吧台上呢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洋酒啊 是的 那您先可以尝一下这个来自法国的XO 看到这一杯 它这个颜色呈现的是一个琥珀色 非常的静音剔透啊 我来尝一下 它这个入口还是有一点烈 那您可以试一试这个第二款香槟 可能更适合您的口味 它这个有一股清新的果香 那么它也是在本届肖博会首次亮相 它也是秉持着一个绿色可持续的理念 无论是在种植酿造包装的各个环节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